相反我们在早期反而不想让它废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早期 不想让鸽子掉毛掉得太快 很多的鸽子一下窝 开始换换掉毛换毛 你说换毛好不好 你现在换毛你都不用避光了 你到时候直接就可以打比赛了 但是为什么不能换 还得给鸽子加光 防止鸽子羽毛的偷动 首先我跟大家讲一讲 你们如果有一鸽子一下窝 就开始四五十天大量掉毛的 你就关注 你鸽射的光线一定不够 鸟类为什么换毛 为什么避光能增加鸽子换毛速度 你记得鸽子识别季节是通过光线 那么鸽子换毛是一个季节性行为 因为到了秋冬季节 必须得换一身好毛 帮助鸽子更好的保暖 对吧 这是它的生物习性 所以秋冬季节换毛 是鸟类的一个生物习性 是我们讲的遗传科的基因里面 但是它识别光线 识别季节 又是通过光照时间 所以你给鸽子 你看避光器的鸽子 一般光照时间都在七到十个小时 你别管理什么半避光全避光 你自己算一算 一般都七到十个小时 是模拟秋季的光照时间 让鸽子认为秋天更早的来了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鸽子一下 我很多人的 玩得好学的吗 很多人的鸽 就又鸽舍的光照时间 你根本就达不到十个小时 因为你鸽子如果没有开架 你闷在舍里面 每一天光照可能就几个小时 七八个小时 所以很多幼鸽就感觉 是不是秋天来了 赶紧换一身好毛 这是你幼鸽换毛的原因 不是你鸽子 痒得撞痒得足 是你鸽舍的光照时间太短 但为什么换毛不好 首先你记得 你幼鸽最重要的是长身体 不是长羽毛 但是换毛会消耗掉鸽子 大量的营养物质 会造成机体大量的代谢负担 比如为什么加飞驯放的鸽子 你鸽子只要掉毛就飞不动 飞不快 因为鸽子处在亏的状态 闭完光一个礼拜 我操鸽子呼呼的 你看猛的就喘起来 因为鸽子体质恢复 但是在早期鸽子主要长的是 内脏肌肉和骨骼 如果把太多的营养物质 用作的羽毛的更替 你鸽子是发不足的 所以我一直在给大家 再讲一个道理 幼鸽阶段别看其他的 就是发的足够状 足够足 是最重要的 就你盖房子 你先别赶紧怪几层 你得把这个地基打好 养幼鸽就是打地基 一定要扎实 这个扎实就是体质 够不够壮 够不够强 你的体质打得够不够好 你天天喂清除 你天天给鸽子加某鬼资料 你天天给鸽子强飞强训换毛 它的身体能发育的好 基础打不牢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经常用豆子 称素幼鸽凉 对吧 全豆加黄豆 足量的豆子足量的蛋白 帮助你鸽子把基础打扎实 蛋白质是帮助幼鸽生长的主要的营养物质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打基础 在强迅强飞之前 你就只考虑你鸽子基础打 捞不捞就行了 什么加肺也没有 1 3 6 7 9